10號這隻快脆的39倍 大二門還有7號的開控寶 全部馬匹準備妥當 三場四班千二短途 7號大熱 準備 王騎還未舉起 馬匹已經入閘了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 見到海鴻寶 哈哈笑熱刺小馬 在外面金匯龍華 最出還有這隻 又襟又准帶寶來 後一陣 先有這隻 紅運飛驅 橙衫尾五 江輝之星後面四隻 快翠的吉祥內蘭尾三 尾二就是那隻銀飛龍 包了落尾 黃眼罩沙角威龍就是內蘭 過這個800米斷柱 又襟又准都著意 要在外面殺迷來帶 內蘭熱刺小馬一路頂住他 外面紅衫第三位的馬匹 有這隻是戴寶來 中間金匯龍說綠色衫 哈哈笑也是在內蘭大約第五位 再後面還有海鴻寶 黃衫內蘭第六 中間紅運飛驅 外面尾五 黃衫快翠的 後面四隻 橙衫江輝之星 內蘭尾三吉祥 尾二灰馬 黑衫銀飛龍 包尾的匹馬 就是沙角威龍 入正最後直路 熱刺小馬在內蘭又走上去 中間有這隻又襟又准 在後面 大外擋有江輝之星追上來 涉內蘭還有海鴻寶 中間位置是紅運飛驅 最後百多米 熱刺小馬走掉到一個身位 外面上來 有哈哈笑 海鴻寶 外面還有江輝之星 接近終點 海鴻寶江輝之星直追 熱刺小馬相當接近三匹馬 內蘭數出來 熱刺小馬 海鴻寶 但是看個細 外面江輝之星 是不是終點前那一步 這隻橙色衫 江輝之星進入下去 追上來就最厲害 海鴻寶 熱刺小馬 熱刺小馬 中間是紅運飛驅 江輝之星 上次塞了 沒有跑過 雖然今場 到來 你見到又是扔大彎 但是因為 沖得順 海鴻寶 也跑到第二 有機會拍到 熱刺小馬第三 紅運飛驅第四 嘩 好像吉祥都轉回到第五 都很接近 臨氣回飛回到九十七元 不過你看到海鴻寶出來 都好像夾到一隻黑黑笑 看看直鏡那邊清晰了 早戰又夠快 到鴻梅醉 上一次都打算是這樣的 沒有跑過 這是大熱門 這裡 始終都是適贏 好中了 嗯 還要回飛 一直都八十幾元 現在九點六倍 九點七倍 看看預計派彩 跑第一名五號江輝之星 獨贏派九十七元 位置派二十五元 跑第二名是七號的海鴻寶 位置派十三元 跑第三名十二號熱刺小馬 位置派二十五個半 連贏位五答七派一百三十一個半 三盟彩五號七號十二號派三千一百五十元 單T派四百六十三元 位置派五答七派六十元 五答十二派一百二十元 七答十二派四十八九半 跑第四名是十一號的鴻雲飛驅 不失就贏了 是呀 沿途走位回到來都是緊緊贏 不過都換到九十幾元給你 對呀 因為始終在谷草 就沒有過成績 看你敢敢搏 對呀 都嚇倒人 那你卻搏騎士 潘頓就沒有九十七了 潘頓就六十七了 差不多 今天潘頓的兩匹馬 都分別能夠跑出好成績 頭場的有二師 跑第二 這隻的江輝之星也贏了 看第二名照片 在反鏡上大家會看得清楚 沒錯 可用寶都失了一大輪 最後才被他摺出來 在他旁邊就是那隻蛤蛤笑 直流的時候 裸位的時候 蛤蛤笑不知道有什麼事 臭一臭 四連馬就二千一百六十元 應該是可用寶出來的 都要再看 四重再排五萬二千四百六十一元 其實大家都一隻馬都沒有了 其實 蛤蛤笑 要不是轉不到那個位置出來 海龍堡 我們看看巡邏影片 起步六七隻馬在前面 我們看到吉祥海轉 海龍堡就撞撞 中間二次小馬 不理你了 然後再看入面的蛤蛤笑 開遍上來金匯龍華 又琴又准 然後那隻大寶萊 也走上去 看回第二陣海龍堡 然後就是洪運飛區 再厚一點 快翠的 吉祥裡面 灰馬中間光輝之聲 包括了尼尾沙角威龍 和銀飛龍 洪運飛區和吉祥 其實都算追得不錯 最後都 吉祥這個位置上到來 我覺得都挺喜出望外 看一隻馬多不順 一邊走 嗯 他不是這些跑法的馬 是啊 他早段沒有什麼 特別好用心機去拿位 你看到都是一起步就定 嗯 那隻金匯龍說 今天就不是自己走 是試試跟馬 但其實看一隻馬 這麼急 他就未必會喜歡這種跑法 都不頂 看這裏被人引進去 那隻馬都亂了 裡面都是一些緊迫的 右擒右擋 推了一隻蛤蛤笑 海龍堡裡面 就有點失敗 吉祥在這裏捐上來 那邊又是光輝之聲 林飛鎔也追回很多 但是就贏不了 福榜完畢派彩作十 為止Q5答7派60元 5答12派120元 7答12派48個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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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